看看 这一栋 这是山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蒸鸡蛋糕 来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兰 这个呢是五个鸡蛋 关键是加多少水 有这个骨头汤啊 最好加骨头汤肉汤 放多少呢 放一个鸡蛋的1.5倍 你要是拿不准的话呢 还可以那样 把这鸡蛋这样分开 1.5倍 一个鸡蛋 用鸡蛋壳量水 一个鸡蛋量三个壳 这水就可以了 不老不嫩正好 实时呢这个在我们 通常做呢 这还是稍微老那么一点点 有一个鸡蛋 加两个鸡蛋那些水的 蒸出的也不错 这是五个鸡蛋 五个鸡蛋呢 你看看啊 这个碗边留住多大 然后呢咱们呢 加水的时候 用这个碗 加一碗半水就可以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蛋液这么放 抽上一分钟 这样 想到更好怎么办呢 先加盐啊 先加盐啊 哎 蘸这么些盐 就够用了 这要是抽一分钟啊 就把这个蛋液 都抽成这个 水状了啊 看一下是不是水状啊 调 什么也没有了啊 调不起来 放这儿 放这儿 放上五分钟 放鸡精是不放鸡精 放啊 再少来上一点胡椒粉 愿放就放 不愿放可以不放啊 很多人家不吃这个胡椒粉 吃就放点胡椒粉 味儿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水呢 让它烫熟的水就行啊 50度的水 60度的水 70度的水都可以 再来一个半碗的水 哎 这就好了 现在呢 把它过滤一下 把这个沫 给它打出来 哎 这样 这做出来这个 非常非常的打表啊 咱们在家要使那个圆碗 拿个盘子往哪里扣就得了 我这个怎么扣啊 那圈圈都透气啊 一透气有啥不好呢 火呢掌握得稍微差一点的时候 圈圈就这么起泡了 不好掌握啊 这个呢 咱们呢 就是上下保鲜膜有就放啊 我这个特殊情况下 什么叫特殊啊 它方的 它是圆的我就好处理了 拿个盘往哪里扣就行了啊 实时呢 你不扣行不行 太行啊 太行 你就是掌握好火后啊 往火烧开马上就赶上小火 哎 它是蒸出的也流光正亮 放到锅里 然后呢 再使牙签再扎几个口啊 好了 年夜饭呢 掺桌咱们喝酒的时候啊 酒过三菌菜过五味 蒸个鸡蛋糕上的 来两口非常舒服 就跟主食一样 好了 一会儿见 朋友们看一下啊 蒸十五分钟 现在开元气的 才能开始计时啊 现在我四个档 关掉了 再蒸两个胜利的都行啊 这个时间到了 十五分钟 我都关掉 再蒸上五分钟 咱们看一下 老人成功 可以 用这小刀 打上一条方格 都放上一条方格 都放上一条方格 还一锅半分钟 好了 我们先倒 现在呢 上面少来上点 生抽 喜欢放点材料油 咱们就可以放上点 不喜欢可以不放 看一下 好了 非常不错 滑嫩鲜香 溜个虾仁放上 叫芙蓉虾仁 溜个鲜被上来 网上一放 叫芙蓉鲜被 等等一些的做法 都是上档子的 来朋友们咱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嫩度怎么样 看看 这一栋 这是山的 来 来一口 嗯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